有些时候相爱的两个人能共苦 却未必能同甘 高雄这对夫妻白手起家 努力拼出了一间餐厅 但是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 两个人却因为工作越来越疏离 还好丈夫及时挽回 修补了婚姻关系 和美味关系 祝你生日快乐 桌上的炸蛋爆开的那一刻 庆身的欢乐气氛达到高潮 泡那里藏着美味佳肴 让人视觉味觉都满足 来几次下几次的 没让有趣啊 聚餐的好场所 我觉得肉非常的嫩 然后里面的鸡汁非常非常的饱满 然后会让人觉得 好像不是吃烤过的鸡肉 很像是鸡直接出来 你就吃生鲜的感觉 我觉得很难形容个头 外面很难吃到 穿梭在餐厅里招呼客人的 就是老板施家正 亲切又具有喜感的他 常常让餐厅充满欢乐氛围 一般鸡胸都是最干最彩的 我们的鸡胸眼睛闭起来吃 你以为你吃到鸡腿 能够让鸡胸长起来 像鸡腿长出的是 施家正的岳母慧琴阿姨 她曾经在知名风景区的土鸡城 当主厨 如今在秘密基地里 为了女婿撩肉屁 会请阿姨把鸡汁清洗干净 去除杂毛 在腹内灌入酱汁轻压按摩 酱汁是用胡椒粉 盐巴 以及独门配方调制而成 放入澡盆里浸泡三小时 里面用这个汤进去按摩 这样汤液的味道 要几秒多 这就要三点钟以上了 带鸡汁吸满汤汁 再来黄袍加深 抹匀姜黄粉 里里外外用天然的辛香料 增色 增味 接下来烤箱里的TRX悬吊训练 要让肉质更加升级 这盆鸡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想说来用这样有汤汁的 我们用这个时候 哪里面有多少的自己吃 我们就要自己试吃 完工试吃 这也吃得很害怕 试吃了无数只鸡 口味终于不GG 研究出口感绝佳的风味还不够 爱搞创意的施家镇 还在火烧鸡上桌时 加入视觉饗宴 给你上我们的招牌料理火烧鸡 他会先用那个58度的高粱 那个皮烧得更脆一些 然后那个吃的时候 连那个鸡胸肉都非常热 很像鸡腿 其实世家镇开餐厅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岳母的好手艺 但一开口却被骂到 差点打消念头 他说分钟也会骂你才看 你都没经过我的同意 你帮你挖白拌什么店 不然你是要煮的 你自己去煮啊 因为我上午两天的脾气不是很好 所以我带上一个 我最初要睡醒店 来 我们开个会一下 我先过来一下 石家镇说自己从小就很有生意头脑 但是家里太穷没有资金 很会算的他 想到用别人的钱来赚钱 从广告A1做起 他和老婆结婚生子后 就开了广告公司 他在小办公室里土法炼钢 买了电脑文案每边一手包 和老婆一边养小孩 一边做生意走过草创艰辛 想一想只有开广告公司 就可以去帮人家做生意 而且不用花我们自己的钱 如果成功了 大家就会感谢我 如果失败了 不好意思要花他的钱 不用花到我的钱 石家镇大多的客户都是餐饮业 他发挥创意帮忙行销企划 大途输出 但很多业者呛他 根本不懂餐饮 很多人就说 你们工科没效 你们做工科的 把家里去吃 可以做工科而已 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做餐厅 我还要做 所以你们都效效的 没效的 所以我每次都被讲这种话 我真的闷爆了 就闷了一两年 到最后我就决定说 好 我一定要来开一间餐厅 下定决心跨航后 锁定理想餐厅店面 但房东一直不肯出租 石家镇发挥了死缠烂打的 广告业务精神 两年被挂六次电话后 房东终于点头 而丈母娘的好手艺 经由报章媒体的加持 火烧机的生意越来越好 但就在这个时候 闻音烧出了问题 第二年的生意就是已经到达巅峰了 就是我们第一年大概三倍的营业额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叫我 当爷当爷当爷 叫久了 我就以为我真的是个当爷了 你知道吗 第一次开餐厅就赚钱 石家镇越来越飘飘然 交际应酬多了 从18岁开始相互扶持的夫妻俩 因为工作量分担不均 两个人越走越远 就有一次我们朋友来找我们聊天 然后我就是过去跟他 跟他打烙 就跟他打肚子摸手 他就突然给我这样挥手 你不要这样做伤口了 我就其实很受伤 我觉得说 就觉得那瞬间 很多委屈都起来了 我觉得说自己那么辛苦 怎么你会跟我讲这种话 在一起20多年来 教养小孩婆媳关系 还有工作压力 让苏文玲的委屈瞬间爆发 藏了好久的离婚两个字 终于说出口 两个人的关系就一直塞到口了 后到最后我就跟他说我要离婚了 我要放弃 我不想要撑这个家很累 石家镇还没有意识 自己的行为偏差 已经深深伤害到家庭关系 妻子离家出走 让他仿佛从天堂掉到地狱 记得我最痛苦的是 我从餐厅回到我们家 大概差不多是五分钟的路程而已 那一段路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段苦路 我每次要下班的时候 到我回到公司 我就一边开车一边流眼泪 以前和老婆开开心心 现在一个人孤孤单单 石家镇决定改变自己 追回老婆 在母亲和教会朋友的穿针引线下 十个月后两个人破镜重圆 妈妈其实你很笨耶 为什么嫁了两只老公都同一个人啊 对啊 而且他们有对你多好这样子 又没有很帅 又变得那么肥那么丑 夫妻同心合力经营火烧鸡餐厅 没想到这把火越烧越旺 甚至烧掉了夫妻情分 还好危机就是转机 前夫变回老公 身形也许变了 只要真心不变 都是重新来过的契机 做父母的不管孩子犯了什么错 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小孩 所以这个帮派堂口的老大 进了看守所之后 他的爸爸妈妈天天为他送饭菜 苦劝他彻底觉悟 终于他通海前飞 从餐饮业重新出发 熊熊烈焰 制烤大块牛排 不重组 不腌制 不刷酱 要让顾客吃到 架杠的牛肉原味 站在四五百度的烤台前 忍受烟熏 碳烤高温的 是有着牛脾气的林军锐 这个五桌 这个三桌 还有这个三桌 林军锐说别人用瓦斯煎台 卖平价牛排 一个月瓦斯费约一千五 省成本赚饱饱 他偏偏不妥协 硬要用龙眼木 碳熏烧烤 一个月耗费三四万 成本多了十几倍 我几乎什么木炭都试过了 那龙眼木烤出来的味道 还是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香 然后可以表现出牛肉 更原始的风味 炭火强强棍 牛肉油脂低落 龙眼木混着油脂 香气往上熏 成了最佳涂料 赋予牛排表层柴香 焦香 还烤出淡淡甜味 就吃起来会有那个炭火的香气 吃得到那个肉的甜味 所以这家屋 为什么收藏在原来食品盖子里 就是可以很爽快的吃肉饭 我们在网路上看 就是看不出来那个比例 可是现场看就真的很大 不说脸那样 很大 所以脸也比较小吧 没有 这肉真的很大块 原汁原味的圆块牛排Q中殆尽 是因为有林君瑞的牛脾气坚持 而鸡排软嫩 是因为林君瑞很爱钻牛角尖 这个是台式辣椒粉 台式辣椒粉 我们再加上墨西哥的辣椒粉 别人直接把粉料 加进酱汁搅和 它偏偏要多一道功夫 干炒辣椒和胡椒等辛香料 过程中需要不断的翻炒 注意火候 防止糙会搭 你所有的粉类炒过才会香 像胡椒粉的味道 胡椒越炒会越香 然后我们有一点点火之后 就把它关火 慢慢的拨 慢慢的拌 把它的香味全部炒出来 但这个对我们来说 这香味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有点呛 辣椒 蒜头 起油锅 爆香辣椒和蒜头 淋上白酒 再加入所有磨成粉料的中药材 调成一锅燕红酱汁 放凉之后去骨鸡腿肉 有专人伺候 按摩SPA泡澡 肉质肉感都大大提升 豆子很嫩 对啊 然后就是非常多汁 不会像外面都拆拆的样子 对 还是美国最高等级的牛肉 大概三分熟五分熟就非常好吃了 餐桌前挽着腰招呼客人点餐 这一幕林君瑞的父母亲有看到 可能都要惊呆了 就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过去那个下巴上扬 四十五度角的堂口老大 只会动歪脑筋 现在居然能够认真做正事 以前就是想当想当 就是想要能赚钱就好了 然后能风风光光就好了 也没有想过说一天会低着头 来做这些事情 尽管努力改变人生 手臂上不经意露出的恰铃恰哄 是过去荒唐岁月的印记 而现在大哥手里的刀子不再伤人 以前的生活真的是太复杂了一点 真的拿着刀子拿着枪在打打杀杀 那说实在的现在拿刀子是让客人体验到 我们做出来的美食的美味 所以其实感觉真的不太一样 不要踏实 非常的踏实 回想过去 林君瑞从小不爱念书 课业不如人 总想在其他地方超越别人 晨熊逗狠 让他以为这才是王道 每天浑浑噩噩 喝酒打架闹事 也很头痛啊 因为也没有什么在跟家人聊天讲话 那都是早上才回家 永远都是早上才回家喝得醉醺醺的 林君瑞我行我素 爸妈管都管不动 黑心钱越收越多 但是来得快去得快 很快就花完啊 那种几百万很快就花完啊 一个月就可以花个几百万 那种生活说真的不是能过的 就每天就是醉生梦死 然后灯红酒绿 这一身长叹有多少的无奈 和多少虚值的光阴 不堪回首的诗 债套多了 被告 账收多了 被告 高利贷放多了 也被告 林君瑞卷入数企官司 收押近见 被判刑六个月 出来跑 终究要还 当时被抓的时候在刑事局 我爸妈是整个看到我就直接哭出来 连话都讲不出来 那我是在喝酒的情况下被抓 被抓的时候我还在酒醉 一进到拘留所就真的觉得 好像世界末年了 那一刻林君瑞才惊觉 曾经每天私混 称兄道弟的朋友都不见了 只有每天住在一起 却很疏离的爸妈 才会真正的欢心自己 他60岁的那时候 他放下手头上所有的工作 每天帮我送饭菜 真的每天帮我送饭菜 如果没有 今天没有吃饭 明天一定会送 也会每天帮我准备一瓶鲜奶 怕我在里面营养不良 营养不足 所以那时候每天就只能懊恼说 我想要赶快出去 赶快待在家里 看守所收押其满 林君瑞金盆洗手 离开台北的超级舒适圈 到台南一家父亲投资的 离电池厂工作 不到半年就离职 又恢复了游手好闲的日子 还好舌尖上的味蕾 燃起了他的餐饮梦 在美食之都长片牛肉料理 最后决定要开平价牛排店 听到那个滋滋滋铁板的声音 很吸引人 但是你吃到的永远都是虫煮肉 不然就是它油花都是用注射的 那我就想 那我倒不如开一间平价 又好吃的牛排 然后让大家可以用最便宜的价钱 吃到西餐厅的牛肉 那一般西餐厅你是卖一克 赚五克嘛 我们开在学区不是卖一克 可能赚一百块这样子 他们的肉是属于比较好的 对 然后又比较平价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用餐 就是CP值很高 林君瑞抱着来跟台南 学生把甘情的心态 赚少一点真心不骗 靠海派原位牛排 在成大校园双圈站稳脚步 过去误入歧途的浪子 用闯荡江湖的勇气 投入餐饮业扭转乾坤 要让更多人刮目相看 生命中如果破产 离婚 癌症一件一件的发生 再坚强的人都可能无法承受吧 这个做贤派的老板就形容 自己是死过三次的人 但是重生以后 他更乐观 更开朗 也更懂得珍惜与感恩 会呼吸的贤派 生命力就像做派的师傅 一样旺盛 即使切掉三分之二的胃 身形略显销瘦 刘兆宏依旧精神饱满 乐观开朗 我碰到现在还算 这个房东还算不错 他说我只要不死 他就不会涨价 听起来像是玩笑话 但是刘兆宏确实多次 历经生死关头 他说自己已经死过三次 破产 离婚 得胃腺癌 都曾经让他生不如死 你一年内家破人亡 你会怎样 那你我老爸也往生 然后后来我也离婚 他什么都没有 还牵着屁股债 结果房子荡了 土地荡了 接到每月前就 那时候又很衰 到最后就是纳利台风来了 房子要卖也卖不值钱 这个高雄的孩子 念完军校北上打拼 和朋友合伙进口葡萄酒 那个年代 台湾籍英卡吧 成功来得很快 一下子 妻子 车子 房子都有了 也或许少年得志 事业版图扩张太快 没有资金周转 又被倒债 房子查封以后 只能狼狈地 牺身在朋友家里 这时五星级饭店的 法国主厨好友 把咸派的技术传授给他 他就从一块一块的派 重组瀕临破碎的人生 他的料比较多 而且他因为看得起来 可是他里面全部都是料 滑下去就很容易 真的 他难关跟肌肉都很大块 你看 我真的有 超纸 我在这个地方睡觉 应该最起码睡过三年多了 所以到去年才 学生说 他们要跟我翻面 你不能再睡这里了 赶货的时候 刘兆宏经常睡在厨房 但是几年前罹患胃腺癌 化疗开到之后 女儿不准他再以厨房为家 所以下了课就直奔店里帮忙 还有磨合期 他来这边已经跟我冲流过两次了 被我骂了两次了 就很凶啊 没耐心 你刚刚说很配给爸爸的热情 很坚持 很久 所以你们都劝他不要这么坚持 所以他还是非常正 不会劝他不要那么坚持 就 他那么坚持应该也说不动 就是叫他放弃这样 就跟他一起坚持 派皮要全手工制作 内馅和酱料 也得按照法式料理的规格 旁边有看过爸爸还没上去 好像没有耶 你看说没有他上去 只要有的时候 他的小说没有出续集的时候 他会很懊恼 除了这个没有 小说没有出续集比较懊恼 对啊 甚至很多挫折都不会很懊恼 没有个 可以看过 除了咸派 刘兆宏也开始自己做面包 爱吃面包的他 因为许多市售面包 添加酵母粉 吃了胃受不了 他干脆自己养酵母 一个面团前前后后要发酵三次 揉捏的时候还得掌握气的流动 把大气打掉啊 小气也要流住 就是把那个气平均在他那个面团里 那你不能一次压太大力 压太大力就破掉 尽管耗时费工 但是他乐在其中 每天站在工作台十几个小时 也不觉得苦 这有个是蔓越的 来 给他量感了 这就是蔓越的 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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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的蔓 好 来 蔓越的 蔓越九托越是菠萄蛋 dietary对 来 单子给你 蔓越是菠萄蛋 养间备 niño 那就55 代изhe 声 她说现在没在想过要赚多少钱 死过三次以后 她学会珍惜当下 能健健康康地考派 给顾客吃 能和女儿一起说说笑笑的工作 修补过去疏离的亲子关系 刘兆宏说 这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幸福 才是生命中真正的美好 旅游业的领队 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 旅行社生意惨淡 几乎没有团可以带 他开始思考转业 也想起以前在国外带团的时候 吃到手工火腿 所以就鼓起勇气 到欧洲的知名店家当学徒 把围机当转机 把过去的工作经验当成能量 也有机会创造出另一番实业 给你号码排19号 那算是这 好 可以 里面的款项比较少 那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每一个都是招牌 你知道吗 热油在肩台上大跳恰恰 让汉堡肉 培根 火腿狂放演出 最后再和生菜配料一起合体 成为吸筋 吸筋 大扫包 这是新竹市东区 最近最红的汉堡包 排队人潮和美味指数成正比 我很少吃到这个汉堡 其实像能够一直吃下去的 有时候吃两口可能就不想吃了 它算是很舒服的感觉 算好好玩 用料一等一 size大一号 在美味地图 横甩连锁速食店好几条街 堪称汉堡界的LV等级精品 老板江志辉 有别于现在的肉肉草食男 汉草结石体格壮硕 人生最大享受 满足肉欲需求 是吃肉专门科的肉食男一枚 可以没有菜没关系 但是没有肉都不行吗 对啊 不能食物肉 江志辉还要吃好肉 汉堡店里的肉品 不买现成品 全部自己制作 好工费食不怕麻烦 全为了一口咬下的瞬间满足 我们自己啊 想要吃好一点的东西 乱七八糟来路不明的 就买的东西就跑了 所有的食材全部自作自售的汉堡店 全台湾别无分号 只有江志辉这一家 每天一早中央厨房就开始忙碌 要做的是汉堡用的猪肉培根 腌制过的猪五花 放进模具 沥水定型固定规格 这是烟熏熟成之前的暖身工作 要能够入位七天前就得要开始准备工作 一环扣一环 按部就班叫勃来 生鲜的肉送到之后 会先在冷藏那间待个一天 二十四小时或二十八小时之后 我们再拿出来用 那它肉烧熟 对对对对 台湾人像阿嬷啦妈妈啦 他们都觉得阿仙台同后 但事实上不是那样 石油这样子解除的话 那个肉就软了 不然它刚煞的时候就这样 都丁的对不对 紧绷 然后你就放软了之后 那个肉就好吃了 我们的圆巴 胡椒 白胡椒 跟黑胡椒这些东西 不止吧 对啊 不过我们是 我们有去那个啦 我们都要去检验啦 我们都没有加那些牙山盐 或是防火器那个 让猪五花泡汤冬眠 每天换鞭不偏心 均匀浸泡七天 缓缓渗透入味 简单调味 衬托原味 用耐心养醇厚滋味 没有放那些 有的没的有没有 你要杀菌的话 一定要让肉里面倒 可能像最低是68 最高是75 我们一般的温度有没有 像在熏的话是80到90度 我们不会让它 真正到100度 那个要控制的 你100度的话 等于是变成在烤肉 香丝木在熏烤炉里焖烧 集中升温控制在90度 隔着烤炉门扇传来的热力 让人全身湿透 还是得好声伺候 六到八个小时 温火慢熏 朱五花缓步熟成 沾染一身香丝木熏香 让人吃了常常香丝这一味 比较粗犷的 比较狂野一点 那如果你要像大厂在做的话 他们用木屑有没有 木屑就比较细腻的 但是风味就没那么强烈 每天40条产量有限 是市货行家的心头好 手工制作流汗烟熏的培根 也让江志辉的事业站稳脚跟 原本做的是旅游业 当领队带团全世界遭套套 不过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 旅行社的生意一度惨淡 收入有一搭没一搭 让江志辉兴起转换炮大的念头 不知道要干嘛 那时候也 其实就是比较没有生活目标吧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女朋友会跑掉 他就干脆来想个东西来做 爱吃的江志辉想起 带团时在国外吃到的 手工烟熏培根火腿 比起台湾吃到的天差地远 心想这东西在国内应该没有人做 于是他拜访欧洲和日本的知名店家 带着勇气毛遂自荐 去当学徒兼义工 我帮你工作啊 就你不用给我钱 只要有地方给我住 这样就好了 有两万多个人在卖蚝蚝蚝蚝蚝 你落在那里拉那有意思 对吧 你要做一下 做门很高的没有人有的 另一个招牌烟熏火腿 用的是温体猪后腿肉 为了口感去油去筋 冷藏一天让肉质软化 冷冻肉的话 你退冰之后它还会有水跑出来 这个时候对于做活的就是比较不好 料要好功不能偷 腌制三天入味才能灌进进口长衣 一样经过烟熏考验 让宿货韬客得偿树愿 觉得要好啊 终于不就要对啊 所有东西保持肌肉 比如说我可能你放冷藏 你只能放一个月 然后你打开机会 打开了之后 可能三四天里面就要把它吃完 它不能放 不能放 不能放 因为没放朋友记忆 不会坏的东西就不正常啊 不会坏的东西才是正常的嘛 刚开始做的前五年 江志辉用自己盖的小砖窑少量制作 食材用好 售价比别人贵 想当然而 生意烂得可怜 常常一个月的营业额不到四位数字 但他相信好东西应该会有出路 咬牙硬撑 直到食安风暴的那几年 才凭借着真材实料受到青睐 这都惨了 对啊 那怎么办 那怎么撑 撑呢 拿自己的权子外花 那老婆全都会花 偷洗下去了 怎么可能 对不对 身体不洗 就是要撩下去都要走了 那是江志辉为了提升业绩 开了厨艺教室 教家庭主妇如何用培根和火腿做料理 没想到就此开启了美丽的意外 有些妈妈去接小孩 她就会说 不然你的东西夹东西帮我吃一吃 我带去给小孩子吃 结果我带出去说 这很好吃耶 好啊 那结果开第二次的时候 没有 大家没有要上课了 就是变成 我要直接买 上面吃要直接买汉堡 就这样从原本的培根火腿延伸出来 自己做汉堡肉 汉堡面包 好的食材加上专业的处理技术 让自家汉堡赢得了LV精品封号 月营业额从最初的几百块钱 到现在百万起跳 收入成干跳 你如果未来目标的话 应该是就一直做肉吧 因为我很喜欢吃肉 肉一直做 它能做到什么地步 乐观面对挫折挑战自我 寻找转折机会 江志辉勇于改变 坚持把事情做好 人生收获自然像他的汉堡一样 丰盛有味 好 好 好